美国国税局最新通知 家庭能源审计是获得抵免的关键要素 不止因为这些优惠 涵盖各种清洁能源设备和服务 且其中的节能住宅改善抵税优惠 是专门针对在申请人主要住宅中 购买和安装特定的节能改进设施 美国国税局说明 申请人完全有可能获得 高达项目总额三成的税务抵免 至于符合条件的项目 包含一年内安装的合格节能改进项目 住宅能源设备支出 以及家庭能源审计 需要注意的是 家庭能源审计 必须凸显住宅中 最显著和最具成本效益的节能改进项目 并提供每项改进预估的 节能效果和成本节约 此外 家庭能源审计的最高抵免额 为150美元 且审计员必须具备相关资格证书 值得一提的是 节能住宅改善抵税优惠 是不可退税的 这意味着只能帮助减少 纳税人的应缴税款 而不会有退税 观众查询更多清节能源抵税优惠 或省税讯息 请上美国国税局官网 东森新闻团队 洛杉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